有人说,回想过去最容易叫人悔改。 你得回想过去做错什么事,哪里做错了? 耶稣叫他们回想自己领受了什么, 最好的礼物是什么, 他们领受到最好的礼物是耶稣, 然后是圣灵, 要回想自己领受了什么。 那是上帝赐给基督徒最好的两个礼物, 一个是他的儿子,一个是他的灵。 也要回想你所听见的, 回到教会当初建立时候的教导, 我们需要不断地回到教会起初的教导, 所以我们需要不断回到新约圣经。 读教会史很有趣,很有帮助, 但是你必须不断地回到新约圣经中使徒的教导, 才能与神保持正确的关系。